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来小河边钓一下鱼 我们现在在这里发很大的洪水 现在水非常的浑 就在下面这个位置 下面这个位置感觉很不错 走吧 现在水很浑 我们就钓这边边 中间水流非常的急 好,准备一下开钓 这个水浑路边水还是有一些走位 但是还可以钓 水应该有一米多深吧 今天带的一根这个竹杆来钓 这个大概有两米多这么长 然后又我是蚯蚓 现在刮山蚯蚓就开钓 好,开钓 好,开钓 上后一条 好,竹杆就是爽 比较硬,这根竹杆 铝鱼 短杆 取比较容易 再说这个非常的硬啊 还可以一条就上蛮大的一条货了 小铝 看一下 还是红色的 还是红色的 先把它解出来 还可以 第一条就上一条 这个是红色的 红铝鱼 又像又不像的 还可以 差不多两斤吧 漂亮这个鱼 下鱼户 鱼 是红色的 还可以 是红色的 还可以 有点 鱼 一条 是红色的 就是 鱼 很像 有点 对 这个是红色 是红色的 可以 很像 这里水有一点点流动 所以飘不停的走 动了一下 来了 又是大货 我这个感觉受不了 坏了坏了 好大一条驴 硬杆子就是好 直接上来了 这条估计有个四斤 或者是三斤多 驴 短杆子 它的重都没有那么猛 直接就提上来了 这只发洪水 有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水库跑出来了很多驴驴炒鱼还有罗飞很多都是大条的 这些我钓到的估计都是它的水库跑下来的还有两两个还是三个驴堂吧 昨晚上有人出来夜晚啊在这些甘蔗地啊这些玉米地因为水铺到里面去了嘛在里面搞到了很多驴估计上百斤都有人搞得到 昨晚上我有一些忙没有出来出来 昨晚上我有一些忙没有出来出来 估计我也搞到很多货 现在水流非常的大 再收一下看天气非常的热 今天有一些闷热 今天有一些闷热 直接飞起来 直接飞起来 不给它机会了 这条大概一斤多 硬杆 看一下 感觉就完整这个样子 这水库它是泄洪到这里面的必须排洪 因为昨天早上人家看了 这个洪水差不多慢过这个大坝 它必须要开水 不开的话它的坝就会崩掉 所以很多驴跑出来 昨晚上村民乐坏了 又搞到一条大驴鱼 还不错 继续 看一下这个水湖里边 鱼真多 这只听说水库和这个两个鱼塘 好像跑了估计有几千斤鱼吧 好久都没有口了 不钓回去了 回去还要捡一点商业 这只鱼 这只鱼鱼比那些鱼鱼厉害的多了 能飞鱼 收鱼也比较容易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收获 今天上钩的全是大货 吓我一条 三条 全是驴 一条比一条大 大概有个七八斤吧 最少都有六斤以上了 好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